歡迎收看大卡吧 我的旋復日記 暑假到了 好開心 好興奮 雖然說暑假跟我是沒什麼關係 但是沒關係就是有關係啊 我知道大家一定很煩惱 我現在暑假到底要去哪裡玩 但是大家看到我就知道 不用玩了 來 今天要帶大家去台灣美食的 蛋黃區 台南 去吃最道地地的美食 話不多說 馬上出發 我們在買哪兒耶 Sia Mia一賣95份 加上清湯 蜜糕 竟然200元有找 同班美食再一發 這一碗扎實的碗粿 加入醬油 花生粉 再來上一點蒜泥 也只要25元 他用料實在 他就煮到他的 米糕的也都是很老豬 應該20年左右 你覺得這裡的東西是誰 它的特色喔 湯便士 湯喝喝 熟又大碗 他的醬油也很好吃 米糕人越多越好吃 碗粿放涼 一個一個擺好 才剛放上來就秒殺 裡頭有肉 一碗才25元 米糕也同樣佛心價 來到這裡的客人 都會多加幾瓢醬油 因為店家特製沾醬不死鹹 配著米糕是超級素配 再配上一碗免費的清湯 就能夾巴巴 我沒聽錯吧 才早上10點就沒有了 早起的鳥兒才有蛙鬼之 這間60年的蛙鬼獎 從小攤車沿路叫賣 到現在有了店面 價格依然佛心 配上免費清湯 25元就可以飽餐一頓 根本就是月底救星 再看到這一攤大排長龍的小販 顧客必點的大骨 老闆娘從大骨湯中撈起 還有人一買就是一大袋 現場吃人手一根大骨 拿起來就肯 可以用吸管吸骨髓 再吃骨煙肉 大骨肉又多又軟嫩 還帶有QQ的軟骨 韜客特地來這裡 就是為了一嘗大骨的好滋味 大骨還滿好吃的 大骨跟那個都能一起 所以你們就是常客 也不算常客 就是工作只要有經過的 就會來吃 這裡的高湯就用這個大骨熬 湯頭是比一般的攤子 來得還要濃郁 老闆娘會給一個大鋼杯跟小碗 喝的時候就把鋼杯的湯 倒進小碗裡喝 很常吃這個 這間第一次吃 他覺得口味怎麼樣 還不錯 湯真的很好喝 一般都是用碗 我只會覺得他用鋼杯 就是比較特殊 而且比較衛生 對啊 比較衛生 因為有時候湯你不放心 用的話用到手會沾到湯 這裡必點的還有大腸包小腸 一家子200元就可以吃飽 這家隱身在86快速道路下 外觀看起來有一點像是公寮 生意卻好到翻掉 週末假期 不妨去敲敲吧 咱們今天解鎖台南人口袋名單第一站 不是前進市區 而是來到這裡 其實來台南那麼多次 我還沒有吃過牛肉湯 會不會很熟 因為我每次想到 吃牛肉湯的時候 我肚子都已經飽了 不過說到牛肉湯 其實牛肉湯在台南 可以說是百花齊放 有很多家 但是每個台南在地人 他們自己心目中 都有一個很厲害的私房名單 我們今天就請到台南在地 來帶路 我們歡迎Kevin 這是女群嗎 大家好 我是Kevin 有夠小的 你家喔 你家喔 沒有啦 路過啦 我想說你家有綠意暗的喔 沒有啦 今天我們要幹嘛 你不是要帶路牛肉湯嗎 對喔 要吃牛肉湯對不對 對啊 在地 其實 但我今天真的很替你擔心 我怕這集不完之後 你會變台南攻擊 你走在路上 會被台南人看破壞 你反正私房名單全部公布 沒有啦 其實 其實台南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口袋名單 這間是我自己的 牛肉湯厲害的地方 是每一間的湯頭都不一樣 但是肉品呢 都一定是從散化出來 我們現在在哪裡 散化 對啊 所以取得是第一手的肉 熊七的 對 熊七的 而且現在是中午 一定可以吃到最新鮮的肉 好期待 牛肉到底有多鮮 這畫面就是最棒的說明啦 也難怪DN才剛開門 馬上就有不少的老饕 Check in 報到 你平均多久來吃一個 像我吃得好嗎 今天再來 我吃飯吃不用怕 那牛鬚這邊是專門出產牛肉湯的 所以它是很新鮮的 在地人都很喜歡當作是早餐 甚至午餐 只要有時間 我們就會過來這邊 喝它的牛肉湯 我看你一直扒它的那個肉燥飯 對 因為它的肉燥飯 跟人家的不一樣 是因為它除了本身是用豬肉 還有它自己本身的牛肉去混合的 再加上有個鞍唇蛋 還有一些這個配料 最大的福利就是 你吃幾碗都不用錢 是說這牛肉湯才剛上桌 凱文立馬火速把肉撈出來 這又是哪一招啊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分兩碗 你一碗牛肉先把它撈出來 對啊 你不吃 你只要喝湯是不是 牛肉要給我吃肉 沒有…我讓你比較一下 就是直接燙完之後馬上撈起來 跟泡鍋之後 它的口感差別在哪裡 真的耶 因為這個立刻弄出來 它的顏色都粉嫩粉 對 粉嫩粉嫩 這大概半熟而已 對 那這是大概全熟了 先喝口湯 喝看看 好清淨喔 這個湯好好喝喔 每個店家都有獨特的湯口 然後我覺得這間湯口還滿不錯的 好好喝喔 這牛肉湯看似清澈 但喝起來卻是濃郁香甜 湯要好喝其實沒有別的配方 就是要用大量的牛骨蔬果 熬煮出最自然的甜味 再淋上新鮮的牛肉 無敵 很嫩耶 再試去看這個剛撈起來的 我喜歡這個 更嫩一點的牛肉 對 更好入口 所以一開始 飯上來的時候 湯也剛好來 對 第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趕快把肉撈上來 比較不會老掉 而且老闆妳知道 他這個牛肉是覺得厚薄適中 對 這樣子燙燙下去的時候 每一塊剛好的熟度都會均勻 對 這是最厲害的 有的比較硬 有的比較軟 然後口感的話 會比較剛好 有些吃去 他會講究高宮切得比較 好像很透光一樣 顯示他高宮很厲害 可是吃不到這樣很紮實 那個是太虛花是不是 他說的 老闆 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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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然後我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他肉給得 真的很大了 對啊 口感就是實在 沒有錯啦 來到產地 怎麼可以吃那種 駁的跟衛生紙一樣的肉片呢 當然就是要吃這種 後切的才過癮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